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就像人要有规律的体检 掌握自己的身体状况一样 汽车也要进行车检 看看它有没有隐藏什么故障 但是对于很多车主来说 自己爱车的年检经历并不令人满意 甚至他们认为检车就是在回车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般来说年检主要检测汽车的制动 驻车等基础系统的完备性 回期排放 灯光亮度等是否达标 年检的结果对于车主们来说 还是很重要的 有时候为了所谓的达标 也是要费不少钱财的 就比如汽车尾气排放这些问题 很多车子都不能满足制定的标准 而车管所检测后的结果要是不好 又得跑去修理厂检查 过程相当繁琐 如此一来很多车主都选择破财消灾 花钱找黄牛把年检给过了 另外心爱改窗车或者是装饰爱车的人 都会觉得年检是件令人头疼的事情 比如一些汽车的车窗上贴了黑膜 用来防晒或者是维护自己的隐私 然而这些东西在年检的过程中 都要被弄下来 却跟把车格式化了一样 其中好多年检的工作人员 根本就是外行 把两辆不同车系的汽车 当作是一样来检测 并不是什么稀罕事 车型不一样 检测的方式和标准肯定也不同 一些技术用到不笔别的汽车上 很容易把车子本来好的配件给弄坏了 这不是毁车是什么 从本市上讲 年检是有利于维护汽车良好的驾驶状态的 然而结果却不尽人意 这点真的是值得相关人员反思